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2 3 4 顾名思义就是10% 20% 30% 40% 合计100% 这样首先我先谈一谈10% 这10%你一定要花费在自己的 让自己不断的一个学习 让自己通过这10%感恩身边曾经帮助你协助你的人 然后用这10%跟身边值得分享的人 不断去分享你自己本身所学习的一个东西 甚至也包括建签出去 所以这10%是属于自我内部 就是观念跟思维上的一些培养 20%谈的是什么 20%谈的就是财务自主 也就是你必须把你收入不管高或者低的20% 多出来来作为投资自己本身达到财务自主的一个方向 这个财务自主的方向 你可以投资在信托基金 投资在股票 投资在房地产 投资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但重点是这些钱都是为了要达到财务自主而努力的 绝对不可以拿来当生活费的开销或者吃喝玩乐的开销 然后30%是拿来做什么呢 30%是拿来完成生活目标 什么叫生活目标 你想要加梦想的车子 你想要租梦想的房子 你想要去梦想的地方旅行 你想要穿你梦想的这个可能是衣服各方面的东西 你都把它放在这30% 包括孩子未来要在哪里读书的教育费都应该纳入在30%里面 这样汽车的工期 房子的工期呢 基本上汽车的头期 房子的头期是在30% 可是汽车的工期 房子的工期 基本上就到回来就是这40%了 也就是说40%必须是你基本的这个生活费 你的这个吃喝玩乐之外 也包括了你每一个月要支付的房贷 车贷这所有的一个费用 也只有当你可以把一二三四这样子分配的时候 你基本上你的先进流就会让你形成一个正面的这个成长 也就是你的财富越越走 随着税月而走越累积越多 可是反之如果你做不到这个一二三四 基本上你在未来里面可能会面对退休金不足 或者是孩子的教育金不足 或者在各方面都会面对一些问题 也就造成自己财务上越走越窄的一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我所提的一二三四先进流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维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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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